大家好 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356期视线消息 请进行第二期闻 10月28日 云南白药炒股亏了15亿 成为热搜新闻 云南白药公布业绩 第三季度营收92.8亿 净利润6.49亿 财报显示 第三季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是负的15.5亿元 为什么它会亏这么多钱呢 公允价值变动负收益 就是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 价格波动产生了亏损 2020年 云南白药拿出了138亿现金 投资腾讯小米一粒和恒瑞一药的股票 当年效果不错 浮盈23.5亿 但是2021年前三季度 这几家的股价都不太好 又亏了不少回去 两年算总账 云南白药还是赚了8亿人民币的 不过云南白药的本行还是造药 2020年 云南白药的营业收入 327.4亿 净利润29亿 在成本方面和大多数中程药企业一样 云南白药很舍得在营销上花钱 投入了38亿的销售费用 另外还花了1.8亿去搞研发 销售费用是研发的21倍 也许这是因为云南白药觉得 自己是成熟的药方 不需要再搞研究了 但是过去三年 云南白药系列产品的销售增长率快速下降 从每年增长10%左右 下降到每年增长不到3% 而这部分业务的毛利率超过60% 是最赚钱的板块 之所以云南白药不愿意通过研发升级产品 增加销售收入 原因很可能是比别人更清楚 云南白药系列产品的技术潜力 但是就算不升级产品 把当前产品的药效说清楚也很重要 根据云南白药在美国公布的配方 主要的止血成分是三七根部含有的三七素 但是虽然成分明确了 但是实际上止血的效果缺少实验支撑 在织网上插云南白药相关论文 营用量高的文章都在研究企业管理经验和资本运营经验 没有人关心药效 云南白药是中国应用最主要的止血药之一 已经普及了几十年 我很吃惊没有人关心它的实际效果 当然国内拿云南白药做实证研究的论文也有 但是基本上不会在大刊物和云南本省的刊物发表 这些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都低于1 甚至有的影响因子低于0.2 从实验方式来看 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做对比明确的实验 前瞻性实验采取的药门量小 只有几十人 实验组和对照组都使用了安甲环酸 只是给实验组增加了云南白药的内服使用做测试 但是安甲环酸本来就有止血效果 云南白药给中国人自己用的牙膏都会掺入安甲环酸来止血 现在它和云南白药本身放在一起测试 无论结论是什么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因为拿不出可靠的临床试验证据 云南白药在海外的销售受到巨大影响 为了面向海外华人销售 云南白药集团曾经向美国FDA提出过申请 希望能够以膳食补充剂的名义进入美国市场 拿一个类似于国内保健品批文号的准处资格 但还是被FDA驳回了 理由是云南白药胶囊不具备膳食补充效果 云南白药只好再退一步 申请以传统医学草药补充剂的名义销售 终于获得了FDA的批准 为了拿到美国市场的准备资格 云南白药对海外市场表现出的善意 远远要超出敬略 2013年2月 云南白药在香港被剪除了毒性成分 污头类生物碱 而且是说明书未曾生名的成分 原来云南白药在国内宣布配方保密 在美国公开的配方也不含有草屋类成分 在这次发现了毒性物质之后 云南白药在国内也提了一句 本品含草屋 但依然不会在广告内提到这种可能致死的物质 后来面对媒体的质问 云南白药说 经过炮制 污头碱含量会降到对人体无害的水平 但是很显然 炮制并不能100%保证污头碱被削除 而最终的含量比例 云南白药也并不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 中国经济网报道 2003年云南白药曾经制造过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 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杨军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 之后出现了排黑便及呕吐的症状 住院三天 病情趋于平稳 但随后主治医生王平给杨军多次服用了云南白药 每次四克 导致他在12小时之内开始手足抽搐 口吐白沫 持续高烧 血管收缩无法输液 最后在一个星期之后死亡 现在因为原理不明确 效果也模糊 很多医生是不建议使用云南白药的 还有一些医生指出 云南白药气无剂直指疼 不利于受损组织修复损伤 反而让一些人喷了气无剂之后继续运动 反复扭伤 最终加深了受伤程度 制造了本来不需要的手术 从实践来看 急救医生经常发现云南白药的外腹药粉 容易引起伤口感染 给轻创带来困难 这些质疑很少得到云南白药的正面回应 也看不到营收数百亿的云南白药做实验 自证清白 现在云南白药的投资亏损提醒了我们 这是一家能够拿出100多亿去朝股票的企业 根本不缺钱 他们自己不希望把药效和原理搞清楚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他们不愿意 二是他们自己知道做不到 2018年云南白药压膏 掺化学直血药事件暴露的时候 马强东工作室曾经有文章分析过这家企业 首先云南白药压膏掺入的直血药 不仅仅是模糊了中药成分的实际药效 还很有可能掩盖了牙结石或者牙咽发炎 对牙齿的病变损害 不利于治疗口腔疾病 此外云南白药在政府外面得到的知识 不只是国家特许 用保密药方可以造临床药品 它每年还要从国家拿几千万的特殊津贴 指名用于科研的国家补贴 和上次写文章的时候相比 最近几年云南白药拿到的政府补贴又上了一个台阶 2018年差不多9000万 2019年2.2亿 2020年1.8亿 抵偿这几年的研发投入绰绰有余 政府有补助 企业本身也有上百亿的资金可以拿来炒股 云南白药应该做几个实验证明自己的药效了 我们经常说云南白药是中医保密配方 但是它的发明人取换章其实是遗族 配方也很大程度上 源于西南少数民族 遗族医药体系也有几千年的传承 和中医的经典理论算是平行发展关系 如果说这也是广义中医的一部分 那首先要把中医和医族医学理论融合才行 不可能两者都对 毕竟我们国家不可能随便允许印第安的乌医 或者印度的草药给中国人治病 这个发明云南白药的曲换章 比亚历山大弗莱明只大了一岁 云南白药的发明时间是1914年 只比青霉素早了14年 比阿斯皮林还要晚十几年 这些现代药物的发明之初 就成为无数论文的研究对象 到现在依然要参加很多严肃的实验 没有理由说云南白药一句保密就能略过实验 希望云南白药公司在享受国家补贴的同时 早一点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 江苏省明确 从2025年开始 江苏的中考体育成绩比例要超过10% 督工 作为一名江苏学生的父亲 第325期税嫌消息里面你还专门抱怨过 说双减之后 因为政府没有安排对应的体育老师和场地 体育活动时间反而减少了 多出来的时间变成了自习课 现在省政府要用考试引导增加体育锻炼 你怎么看 这里我想回顾一下182期的观点 当时教育部提出了更激进的计划 中考的体育分说要和数学持平 我在182期说 现在社会已经工业化了 绝大多数工作的力量都来源于机器 对于经济来说 提高肌肉的上限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社会的经济个人能力上限 源于知识和技术 从正常的逻辑来说 提高上限最好的办法是竞争 是考试 但是身体素质保障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下限 这就不适合考试了 355期我非议救灾问题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逻辑框架 提高上限应该是搞竞争 搞市场经济 保证下限最好的办法是计划经济一刀切 现在80%的高中生都近视 十几岁的年轻人普遍害怕跑1000米 我们需要的是每天强制户外活动至少一小时 而不是用考试去选拔体力最好的学生 在这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所以我是反对体育考试的 反而支持全国学校晚放学一小时 搞强热的体育锻炼 现在各地晚放学一小时已经实现了 但是从实践来看 第一小时的主体是自习课 这也恰恰符合了我182期预测的结果 当时我说 如果不用考试分寿来诱导 完全靠固定的锻炼时间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降低进食率 很有可能各学校就会占用体育锻炼时间去上其他的课 所以当时我说 体育锻炼这种事就不要指望教育部了 直接把时间和场地交给当地的武装部 因为武装部的军人在家几个保健医生 每天强制中小学运动一小时 锻炼身体 足够保证身体素质和视力的下限 结果肯定要比中考拉平数学和体育分数要好 接下来分享几道近期的简讯 11月18日贵州省成立了警税合成作战中心 之前的10月广东省也成立了警税合成作战示范基地 看来国家在增加税收的征管力度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在不给经济知道太大的障碍前提下 保证充足的财政能力 所以税收体系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 税收机构的工作也必然是精密核查和强力的征收相结合 我之前拿意大利举例 意大利只有6000万人 相当于中国一个省财政部控制的税务警察就有6万 中国将来也许不会达到千分之一的人口负责收税的水平 但是和税务相关的公务员肯定还会继续增加 第346期我们介绍过 2022年国家公务员招勒口市 全国一共3.1万个岗位 其中2万个的税务系统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将来的税收体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205期节目 我们分析了印度农民抗疫粮食收购价改革的运动 还介绍了加拿大西克族移民从海外施加的影响 11月19日印度族里莫迪发表讲话 决定取消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这场全国性的抗疫活动终于要结束了 莫迪用资本主义改造农村的继承 又要拖后几年 第91期 第116期 我们都呼吁中国尽快建立完善的集体诉讼制度 对付那些违规伤害公共利益的大公司 11月12日 中国第一场证券市场的集体诉讼案做出了判决 康美药业的董事长本人判了12年 康美药业公司要承担5.5万投资者的损失总额24.59亿 判决尤其明确了其他被告 尤其是董事会成员的分担赔偿比例 连独立董事也没有放过 5个独立董事一共要赔3.68亿 和10万年薪很不成比例 以后独立董事再也不是一份白拿钱 还能够炫耀地位的闲职了 判决刚刚出了几天 现在A估议也有上百个独立董事宣布离职 估计一个月之内我们就能知道 中国到底有哪些独立董事 是纯粹搞利益输送的花瓶 11月19日今年的高校职业会在北京召开 预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是1076万人 同时中国统计年年2021正式发布 最新的人口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是千分之8.52 乘以14.44亿是1200多万人 中国的大学很快就没有足够的学生可招了 最后的时间是文学时间 9月10日第325期节目 我们发起过一个网络科幻征文 现在已经收到了一批高质量稿件 在典中文学的科幻一面可以看到列表 欢迎各位去评测 现在征文截止日期还有半个月 我从本期开始陆陆续续要谈我对现有投稿的观感 从我刚刚开始读书开始 老师和文学论注就告诉我 所谓文学作品就是一组展现矛盾冲突的文字 分析文学作品 首先要看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进入矛盾的主线 在什么地方达到矛盾的高潮 矛盾的发展和爆破决定了当时文学作品的结构 比如说《八十年环游地球》这部科幻小说 上来就用绅士的打赌定义了整篇作品的核心矛盾 对十九世纪新世界的描写经历丰富 但都是服属于这个矛盾的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写作能力 也随着游戏的普及和视频剪辑能力的扩散 我发现年轻时候对文学的认识要扩展了 现在很多人写一篇文章做一个视频 要设定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物 并不是为了展现或者爆破一个矛盾 而是只想传达一种感觉一份气氛引起你的共鸣 这就已经是成功的作品了 比如说这次科幻正文刚刚收到的一篇投稿 《旅途无始终》作者是指此一时 这篇作品只有一万字出头 的确描写了矛盾和冲突 甚至很明确指出了代际的文化冲突 但是我认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是气氛不是矛盾 这篇小说的主角生活在星际飞船上 出生的时候飞船已经离开地球 有生之年也不可能再达到目标 他的父辈祖辈努力想把地球文化习惯留给他们 而飞船的设计者希望他们考虑到达新恒星系之后的收容方式 但是对于主角和他的同龄人来说 他们生于飞船也必然死于飞船 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来说 飞船都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全面继承地球文化 比如说吃大蒜 同时一部分同龄人又很乐意继承父辈眼中的文化缺点 比如说吸烟 在全文的最后主角对自己发出了提问 既然痛苦以及对痛苦斗争的使命感定义了人类 那么他们这些飞船人抛弃了这些历史 还能不能算文化意义上人呢 到此为止 我已经对主角的感受有代入感了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刚刚经历了工业化 眼看着自己的后代 要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世界上成长 农业时代的恩怨 工业化时代进行时的痛苦和努力 都已经是过眼烟云 我完全说服不了下一代人完全继承这些文化结构 只能承认他们已经构建了后现代文化 去年观视频的年中会有演讲 我的主题就是探讨当下的文化矛盾 现在我看到科幻小说描绘了一艘永不回头的飞船 看到里面的人物在一代人世界之内 就产生了文化断层 我首先想到的是身边的现实 人类发明文字 最初的目的是记录神灵提供的占卜结果 维护祭司的权威 然后是用来记账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等到军事贵族开始认字 就出现了维护等级者的礼仪 表达俗人情绪的诗歌 再后来 新的阶层不断出现 政论 明年神话 小说 剧本 都要用文字来展现 文字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涵 等到普通市民开始读小说的近代 我们一方面希望看故事得到消遣 另外一方面 还希望故事能够包含一些超出情节本身的感情和意义 所以每个文学作品的核心 都是一个或者多个特定的矛盾 通过解决矛盾 文学作品给普通人一个超出情节本身的故事 但是现在普通人也具备了写作能力了 同时 普通人见识过游戏和视频列更复杂的表达方式 我们现在拿起键盘打字 不一定是要给别人传达一个不普通的故事 很可能也只是传达气氛 表达情绪 所以我们愿意看到科幻小说率先创造新的内容简络 哪怕他们和我小时候看的经典作品不一样 这次我收到的稿子 很多都类似于短篇小说《女图无始终》 这说明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在《旅途无始终》这部小说的最后 主角回忆着刚刚熄过的烟草 考虑着文化冲突睡着了 百年飞船上无始无中的文化气氛 始终弥漫在他的身边 仿佛2021年的中年功能 设在夜班的飞机上 回想自己和父辈的家族变迁时 我本来想给这篇作品打75分 没有想到结尾呼喊出现了一句 貌似不相关的歌词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人而替下 自从阿希莫夫和克拉克以来 很多科幻小说为了增加宁众馆和历史感 都会引用历史经典文献 但是中文科幻往往喜欢跟风 引用圣经或者其他西方经典 结果是源于拉丁文语法的句子 被强行塞进了汉藏语系的文化背景 总有一点生硬 偶尔也有一些用中国经典文字的科幻作品 结果都能看出刻意感 现在这个短篇科幻结尾抛出了登幽州台歌 就好像可乐里面加入了冰块 拌菜里面撒了不多不少的芥末 整部作品塑造的气氛从静态转入了动态 我决定给这篇作品达90分 最后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已经投稿的任务 发表在拼音网址 科幻.com 投稿邮箱是点中科幻的拼音 服务器在163 投稿请著名科幻正文 期待各位观众继续参加我们的正文活动 好 感谢大家收看 356期时间消息到此结束 我们周二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